星期三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东京的一个公开场合讲话时候再次谈到了军事上他要实现的目标 他在一千多名的日本商界人士参加的论坛上就是这样 杜特尔特故事他是希望或者是在今后两年他的国家能够没有外国军队 他是希望所有的外国军队都撤离 假如他必须要修改或者废除有关的条约有关的行政条约 这样他就会就此而采取行动 杜特尔特也谈到没有美国的援助菲律宾照样生存 杜特尔特表示在整个国际公众面前他是永远不能够允许 菲律宾的诸言亦为荣誉就好像门口脚战的一样是被人践踏 他是绝对不容许因此他可能触路某一些人 不过问题就是这样 没有美国的援助菲律宾仍然能够生存下去 或者质量会差一点 但是正是他所说的那样 他们仍然能够是生存下去 杜特尔特在讲话当中再次重复 到日本访问之前有关的言论 说美国不能够将菲律宾视为一头 逆来信十的狗 与此同时 杜特尔特在东京这场由日本对外贸易组织主办的 经济论坛上进一步澄清 他的北京之行 依靠是和中国的关系 杜特尔特表示菲律宾和中国是回避了讨论同盟 军事等类的问题 在北京期间实际所进行的就是几行企局的论坛 以便投资能够进入菲律宾 杜特尔特表示菲律宾是希望和中国友好 另外他在讲话当中亦表示 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媒体评论说杜特尔特希望以此进一步澄清 近期维晓着他有关外交路线的言论所形成的疑团